李先生,我先请问,你现在是主委还是教授? 我两个身份都有 两个身份都有 因为我还台大的工作,我是戒掉的 好,但是我想你现在站在这里大概只能有一个身份 当然,现在是主委,没错 因为我刚才听了前面很认真的听了各位委员的咨询里面 你有说一些话是不代表工程会 以后恐怕站在这里就没有办法不代表工程会 那我就要再来请教了 那请问你两个身份都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冲突? 你觉得会不会有冲突? 基本上在专业上没有冲突 只是说讲话的时候,这个分寸的拿捏要很重要 好,专业没有冲突,那我请教你立场有没有冲突? 立场也不会冲突 立场不会冲突,所以立场也不会改变 立场不会改变 好,很好 好,那我就要请教主委了 主委,那你国去立场没有冲突的话 你的立场是反对国光石化设在彰化 那你提出了三个条件说,你不是反国光石化 你是认为不能盖在地层下限或者缺水或者生态敏感的地区,对不对? 请问台湾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没有你说的这三样? 不缺水,生态不敏感或者没有地层下限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台湾的地盘下限区有1200平方公里,所以事实上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地盘下限的 第二个,生态敏感地区是需要界定的 然后缺水是我们台湾共同的宿命 好 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但是我是觉得像这种东西是在 刚刚讲要先回归到政策,我们先谈政策到底要不要设法业 政策上先谈清楚 主委,主委,我没有很多时间 我希望你这个可以留着去跟总统讲 但是呢,我就你讲过的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事实上,台湾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 如果照你刚刚说的那些条件的话 所以呢,这个不是工程会的职权 但是你的立场不变的话,你就应该继续说 好,我一样在听到你前面讲的所谓台电要发分 要跟人民说清楚 要画合理的疏散圈 还要有防灾地图 请问你是跟台电讲呢? 还是跟总统讲? 还是到现在为止只有对媒体讲? 我在跟我的长官报告过了 比如说这个在国家安全会议 我也做这样的一个 你是以什么身份的时候去讲? 我在国家安全会议的时候那是 那时候他们请我,我那时候是用教授的身份 好,那时候用教授的身份 可以说,不算了 我敢跟你这样说了 好,来 那我就再请问了 那你4月1号就职了,对不对? 对 但是总统马英九先生呢 他是4月2号征询你的意见的 是 那时候你是以工程会的立场 工程会主委的身份 是 那时候是以工程会主委的身份立场去讲的 是 好 那马总统也没什么回应 你知道他为什么没什么回应吗? 我不清楚 好,基本上 他是摸摸而已 他不是当真的 你不要 你其实 不用太认真了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大部分 特别是这个团队呢 我想 你进来以后你就知道 超短线的居多了 真的想要永续经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我要再 再 告诉你 如果今天 马英九先生是 当真要问你 当真要用你 就不应该摆在这个位置 就不应该摆在这个位置 放错位置 好,我们都很清楚 我想在座的委员 甚至所有的人 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 把你摆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 真的是 故意放错位置 好 比如说我们再来讲 来 你 认为公共工程委员 可以做什么事 你来接这个职务 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就是 就是把整个公共工工程品质 这个整个让民间有个很好的环境 这个确保我们的公共工工程的进度 这个 预算的事情等等 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就等于都没有事情 我很直接的这样告诉你 就是说 现在社会大众 拍手叫好 你讲的拍手叫好的 或者真正关切的问题呢 通通都不是公共工工程委员会的事 就像你早上一支打的 这个不是公共工工程委员的事 这个不是公共工程委员会所管辖的 但是你都很清楚 你也都可以回答 那表示什么 其实他没有真的要你的意见 也没有真的要用你 我希望他是借用这个职位 让你适应这个环境去过水了 那我还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公共工程委 我因为只有九个多月嘛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给你摆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等于 就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一点诚意了 没有关系 我还是要再请问 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只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你刚之前有提到的促餐 一个就是采购法 那这些跟这些呢 其实都已经到了最末末 才会用到公共工程委员会 所以难怪公共工程委员会 马上就没了 但是你所谓的适当场合 你可以建议 再怎么说 你也是一个政务官啊 那你请问你在 你认为你会有什么 适当场合去建议啊 适当场合 譬如说行政院的院会 我们在院里面有很多这个开会的机会 还有我的 我用政务委员的身份 会协调很多的会 我相信这个会有很多的场合 我都可以跟我的同员跟长官 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好主委 我想你也很清楚哈 公共工程委员被裁病了以后 叫做国家发展委员会 那将来呢 所谓的裁病国家发展委员会 就是工程会 经建会主基础 其实重点就是在经建 好 公共工程委员会就不见了 好 那所以呢 到时候 这个朝经建方面来讲哈 你的专业是治水哈 我看这个将来这个 对于这些的经济 国家发展委员会哈 他并没有真的认真要思考你放在这个位置 好 那所以呢 所谓的适当的建议 无论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呢 事上你的建议恐怕 都跟立委的建议差不多啦 这个叫做告笔会差 立委无论哪个政党的立委的建议 我看都差不多 你跟我们都差不多而已 也就是说其实并没有实质 要嘛就是只是想要把一个 提供全方位治水方案的这个李教授 变成一个没有声音的李主委 要嘛他就只是希望说 哦有有还有还有一个声音叫做李主委 这样而已 主委你不觉得你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吗 我这个我想我来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 事实上是思考过的 其实我另外一个工作 刚刚讲的整个协调台湾的防灾工作 其实那个工作量非常大 这个现在也是我这个非常 非常这个有点困扰 然后很积极的在投入的地方 你的哪一个title是 政务委员 是在做这个 政务委员 我是政务委员兼公共工程委员 所以政务委员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吃重的 对我来讲 那显然这个主委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好那好啦没关系啦 你既然在这里九个月 对不起政务委员我们咨询不到你 我们只能就主委的部分咨询到 就是说中横啊不适合去过度的开发 所以我们把他预算砍掉了 反委员会把他砍掉了 中横中横中横啊中横 结果呢公务总局用他的养护经费 我们不给他预算 他挪用他的养护经费去施工 那施工了下去呢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工程是是连续性的 今年就很难去给他砍 他做了一半 请问主委或者政务委员 或者你的政务委员也主管交通跟内政 你有没有那个guts叫他们停工检讨 这也是之前你发表过的意见 我没有时间再重复 我们看法是一致的 你跟整个交通委员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个案我不是很清楚 我会去了解 你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很清楚 你就这个个案有讲过 就是中横断了他 你说 那是921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给这个修养生息 给大自然修养生息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公务总局他还是硬干 这个公务总局怎么做我不清楚 我会来了解 但是我的立场跟您的立场 你的政务委员不是主管交通内政吗 你怎么会不了解呢 而且你也就这个发表过跟我们一样的意见 好 那你了解以后你有没有办法叫公务总局停工检讨 我会跟部长好好来沟通 我会跟部长好好来沟通 因为这到底是交通部的事情 好 所以你还是只能沟通啦 这个公务工程委员会这些同仁一定很sat 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好 其实呢 主委 其实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这样 公务工程委员并不是真的这么没有用 公务工程委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毫无作用 其实公务工程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呢 就像你们现在的理想抱负一样的 是有什么国土规划国土富裕永续发展的 哈你们的网站上也是这样写的 行政院公务工程委会简称工程会 于84年7月20日成立首任主委员成立之初 细建于国家建设之规模 好 等一下 好 你回去看看 你们的所谓的这个成立的这个 当初成立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是国家整体发展 是国土规划 是国土富裕 是永续发展 所以这个公务程委员的 如果这个初衷可以在我们新任的主委来 真的可以永续经营 而不再炒短线的话 我觉得就算只有九个月 还是很有作用的 好不好 好 谢谢